我没想到这个秘密很久以前就存在了 听说在两千八百多年前就有了响场 古老的罗马 决斗士以整装待发 他们为香肠而战 胜利的决斗是赢得了香肠 曾经香肠是很贵很贵的宝贝 他们害怕被别人偷 所以有人说很久很久以前 香肠比金子还要值钱 大家好我是Toby 小伙伴们你们一定都喜欢吃香肠吧 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一个香肠新的做法 应该网上还没有人拍过这个吃法 如果有的话请add我 这个是德国孩子最喜欢的香肠 这个叫里尤娜 和中国的胡特长差不多 就是它的大小是XXL 如果你去德国潮市里带你孩子去 肯定有服务人给你孩子免费吃这个香肠 他们特别喜欢 这个香肠大概五斤中 花了我四十欧 这个时候你们是不是应该给我点个菜 很多人路连让爸爸教给我们德国菜 那这个菜你们一定要尝试一下 这些尝试一下 总是适量的 我们需要点个蒜 一些尤油 我们需要点击 一匙的木工 有某一屙的点击 把它切成小 一碗 好 现在我们需要沙拉酥子 这是我爸爸的秘方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的话 你们都可以用油粗沙拉汁代替 配方我放在视频的最后 有很多草莓 我们有很多草莓 现在我们来到 一碗的蒜莓 一碗的蒜莓 非常好看 它尿尾也很好看 二碗的蒜莓 现在我们已经完成了 现在还要做了 很重要的 我们做了一些西式的蒸汁和蒸汁 然后一些蒸汁 这就是蒸汁 蒸汁 那么 一аем 響日ö,響日虎,響日虾,饿日SALAT 一切吃我們,哪有時候會在家安盛 如果朋友來有個酒,大陸 一切酒吧,一杯茶入了 一杯茶、一杯茶、一杯酒 一杯酒、一杯酒 要不停的酒 不能不停喝 我们的香肠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香肠是好了 做好了 做好了 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很多的香肠 里面还有很多的洋葱 还有蒜黄瓜 但是蒜黄瓜 不要太少了 一定要很多 来吧 开动 朋友们就在一起 喝喝啤酒 吃着这个 感觉可以吃一个晚上 特别好 特别舒服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菜的时候 其实我是接受不了的 我觉得香肠怎么能 这样拌着吃 嗯 但现在还觉得挺好吃的 这个东西就是 感觉就是第一次见 感觉有点 就是看这个东西感觉有点接受无能 但是好像越吃又会越上瘾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如果你们在家里尝试这个菜 你们一定要发给我一个图片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视频 你们就点赞 收藏 转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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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